政治话题来聚焦台北市长柯文哲出访行程一个接一个 从以色列美国和即将启程的日本与上海增加国际能见度 在接受网络媒体专访时 柯文哲自认美国型的成果分数是65分 而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则打了55分不及格 但他强调这样的分数是最好的 否则两国都去不了 我觉得现在我的时候分数是最好 就是在美国考65分在中国考了55分 日前方面的成果柯文哲给自己打了65分 对于两岸关系处理则是无数分 虽然不及格但这数字已经很满意 尽管还没说要选总统出访行程却不断 23号还要到日本其中一项行程就是去看火力发电厂 对于能源问题话锋一转 提起政府的风电度数价格落差 我认为这个风电到时候一定被卡死了 你为什么一开始这个保障是5.5块 后来开始竞标变2.5块 我跟你讲 电2.5块跟5.5块 差很多 你台湾的经济到底动得了吗 受不了受不了 你为什么前面是5.5块 你5.5块是要多久 我可以讲这每一条都是问题 议题拉高到总统层级 一旦面对蔡总统还有申士航的韩国瑜 这些可能的竞争对手 如何凸显自己的不同 如果需要一个让我们不要恐惧 也不要愤怒 不要用民调 我都想要说不就是这个柯文哲吗 那不行喔 我这样想也有不对吗 那我被人大家同情的总和好 除了统独意识形态以外 全力告诉我 民进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服我 白条子啦 抢国营事业啦 那整套 完全一模一样啊 左批蓝又打绿 但如果真的要选 市长这位子 属意谁来接 你有建议吗 你自己有好的人选吗 民主都可以吗 大笑带过 毕竟都还没宣布讨论这些 言之过早 记者 小米小微生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